欢迎加入靠近看中国 我是廖亚裕 2024的下半年已经过了三分之一 中国经济仍然不见起色 接下来会不会还有更危险的讯号呢 中秋节前这个礼拜 是中国经济的数据周 从物价指数到外贸进出口 最后以宏观经济数据做结尾 虽然这些是八月份的报告 但也构成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轮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国经济除了结构性矛盾 当前问题的根源 在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下 资讯流通受限 市场缺乏透明度 加上各种审查制度是越来越严格 进一步引发信心危机 我们就最简单的月饼和白酒销售市场来看 中国人讲究面子文化 中秋送礼是必须的 但在消费降级 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 月饼销售行情格外冷清 就算降价也卖不动 根据中国备考食品工业协会的数据 去年中国月饼产量是32万吨 销售额是人民币220亿元 但今年的产量和销售额都下修 预估约30万吨和200亿人民币 订单少了产线当然也不热 就有高饼业者透露 有些工厂今年出货量只有去年的一半 甚至部分代工厂 从往年的忙到凌晨出货 变成做三休一 还有另外一个指标 则是白酒市场的风向球 飞天茅台 原本中秋应该是消费高峰 但现实却是刮起冷风 散装的飞天茅台 8月15号一瓶还有2550元人民币 如今价格下跌到2350元 一个月掉了200 换算成台币约900元 旺季下跌对象征身份地位的 白酒龙头茅台来说 是非常罕见的 从月饼到白酒 在在都凸显市场整体走弱 消费不如以往 中国经济复苏乏力 内需不振的问题 期待解决 通货紧缩的压力 依旧紧紧套住中国 最新数据显示 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连续四个月萎缩 工厂出厂价格 更是面临14个月新低 凸显出中国经济复苏 缺乏力道 中国现在希望努力恢复内需 来提振成长上所面临的挑战 许多经济学家也警告 北京当局只想靠出口来拉动疲弱的经济 恐怕只会让自家的成长动能持续疲弱 加上现在各国对中国设立的贸易障碍越来越高 冲击到以低价为主要优势的中国出口表现 麻烦大的还有房地产泡沫破灭 危机依旧探不到底 未出售的房屋供果余求 再再都让房市前景面临困境 房市惨淡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跨国公司不断撤资转移阵地 中国经济面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挑战 如何刺激经济 北京似乎端不出强而有力的措施 只是高喊开放 但这样的口号无法挽回投资人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加上市场资讯缺乏透明度 可能只会让投资人更加不安 经纪新闻林际绿家汉报道 中国经济低迷最新公布的 8月通膨数据显示 消费者需求依旧疲软 仍然深陷物价低消费循环 专家分析民众消费缩手 内需不振打击企业投资和招聘 这个恶性循环是不见改善的 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 将陷入滚雪球效应 通缩压力可能持续到2025年 为了提振消费 中国各地从今年4月开始 力推加电汽车已旧换新 店面买器看似有上升 但从数据观察 显然只有少部分民众买单 消费低迷现状没有起色 中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PI跌幅扩大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年增0.6% 乍看物价回升 但其实是恶劣天气 导致食物价格上涨 排除食物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 降到三年多来新低 过去四个月 有三个月的通膨率低于预期 看在专家眼里 中国通缩恶化程度实在不妙 前人行行长易刚 六号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 罕见公开示警 中国正面临1999年以来 最严重通缩 呼吁北京政府积极应对 彭博社分析 中国方式已经连三年萎靡不振 加上企业持续裁员减薪 正步入螺旋式通货紧缩的危险新阶段 通缩压力恐怕将持续到2025年 近新闻王杰朱嘉玲报道 中国经济困境找不到解方 但这个时候北京还想方设法搞文化统战 透过营队和交流团等民意 吸引台湾年轻人前往中国 希望借此培养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其实中共的文化统战早就不是新闻 但对岸的统战手法却是不断的推陈出新 尤其今年1月的总统大选后 中共注意到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拿下26%的选票 在年轻世代占上风 很大一个原因是柯文哲充分利用新媒体 借由网络声势成功把空战声量 转换成线下的总统选票 那么这就让对岸看到着力点了 用软性素材勾起年轻人的兴趣 再进一步置入红色文化和理念 企图扭转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再者就是中共认为柯文哲现象 也反映出台湾年轻人不再是天然毒 而是可以突破的 上海涉台学者尼永杰他就说 台湾10到24岁的小红书世代 不同于25到39岁的太阳花世代 对中国的观感相对温和还有理性 在两岸的态度上面具有可塑性 是中国可以争取的对象 也因此中共改变策略 过去是五统为主合统为辅 现在调整了优先顺序 改以合统为主五统为辅 如此一来 中共当然就会加大力道 促统促柔 采取战略主动 有更积极的决策部署 无论是拉拢亲中人士或台湾青年 建议强化中共对台的影响力 能够亲自来到这边 然后去观察 近距离地观察大熊猫 是一个很特殊的体验 只有亲自来过一遍才知道 其实大陆的经济发展是非常好的 还有科技也是 中国官媒不断放送 台湾学生前往交流的画面 不管你是看大猫熊 参访大数据中心 又或者舒嬅回豪 槽边 竹边 最后都会出现这种反应 希望可以透过传统的记忆 跟传统音乐去做这个交流 当然我们两岸一家庭 透过这种交流方式 然后去传承下去 这一次是新的一波 中国成为今年要进入 跟大陆的大交流年 换句话说 大陆现在很明显地 要加强他对台湾的这种 文化统战的力道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最近不断地号召 台湾的大学生到大陆 接受他的统战文化的这种 里程的安排 中国发动新一波文化统战 从传统文化到流行文化 用一种平易近人 轻松随意的方式 要形塑出积极又亲切的 中国印象 引发台湾民众在情感上的共鸣 就连最近很夯的电玩游戏 黑神话悟空 也成为统战工具 它本身又是传统历史的故事 加上很多的古建筑 场景 还有壮观的景色 这个对很多 可能没有去过中国大陆 看过这些古迹的人 他会有一种 想要去看的冲动 近几年中国游戏在海外的影响力 不断的提升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我们中国文化的走出去 正在迎来矩阵式的突破 类似的文化统战手法 推陈初心 不着痕迹 而且还特别锁定年轻人 也就是中共党官 一直以来挂在嘴边的政治术语 革命传统教育 要从娃娃抓起 2018年他的会台开始 年轻人就是他的 很重要很重要的出群 对不对 我们说三中一青 这个青也是 就是中国对台湾青年的吸引 就是他的手段也不断在改变 过去是希望你台湾年轻人 可以来投资 来求学 甚至来看看 那现在他觉得 既然他看到台湾政治的一个 所谓柯文哲的崛起 新媒体 对于台湾人的政治态度 影响这么大 那他当然要用这个方式 去影响台湾的年轻人的动向 他也是做给全世界看 对全世界来讲 你看看台湾的年轻人 是非常向往跟中国 回归祖国 在中国发展 在中国就业 那这个可以让西方 这些所谓的民主阵营来讲 他比较难 因为中国采取的这种 合同的这种方式 比较没有介入的 这个招力点 文化是中共社会控制 和维稳的机制之一 由党所控制的国家机器 由上而下层层主导和分工 随着疫情逐渐解封 锁定台湾青年的两岸交流 重新启动 在反读触筒的大框架下 不只主题更软 范围更广 也持续向下扎根 像小红书 像抖音这些 其实也是他 试图去吸引年轻人的 一些手段 一些平台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 他认为这个是一个 很有效的工具 其实一部分也反映了 其实中国大陆并不是 就是死硬死板的 他其实一直在观察 台湾的政治 而且在观察台湾的政治 社会的情况下 他其实会做一些调整 他要控制改变年轻人的想法 就从这么一点一点 在你潜移木画里头 你完全自己 也许都还没有知道 说你已经被影响的状况之下 他慢慢慢慢去改变 那个年轻人对大陆的想法 那最后让你觉得 就是说 其实接受大陆的统治 其实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 这个就是他滴水传使的一种 透过文化 这个统战 文化的最大功效 事前一默化 是耳濡目染 不知不觉的 内化到心中 说的不夸张 只要影响一代人 就威力不雅于 陆海空三军 中国对台湾的文化统战 也分短中长期目标 短期是说好中国故事 营造中国发展的美好形象 长期来说 则是要改变国家认同 达到促统促容的目的 他现在担心的就是这样的文化认同的统战 会被现在的 我们说民进党政府 透过文化独立的方式 去影响他的努力 对不对 或者是说他其实这样做 他其实是认为说 现在民进党政府正在走文化独立 因为他在文化里面 他在教科书里面不断 中共认为不断地置入 所谓台独意识形态 所以他才要透过这样文化统战 文化认同的方式 去扭转这样的可能性 正常的文化交流不可怕 可怕的是交流不对等 变成单向输入 或许有人说 不要害怕中国的统战 但这句话的前提 必须得建立在 直到自己身处战争中 并且有防御和反制的策略 而非一点一点的被温水煮青蛙 进行为料育 翁启斌采访报道 如果中国定调和平统一台湾 一点一点的渗透 那美方和国际社会 或许很难找到着力点反制 但要防范中国武力犯台 美国加强恫吓 众议院在9月9号 一致通过台湾冲突 贺阻法 透过公开极冻结资产 削弱中国高官对青台行动的支持 如今中国经济疲弱不振 又有根深蒂固的面子文化 这样的手段 渴望发挥更大的后阻效果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力 直言若要协助台湾对抗中国野心 并不需要军队 而是要强化台湾的自卫能力 并且扩大在不同层面的恫吓 如果中国移动了台湾 你会有10%的国家贡献 中国一旦进犯台湾 经济影响恐怕是乌俄战争的十倍 全球所有经济体都可能因此动荡 为了防止最遭剧本成真 美国祭出最新恫吓手段 要削弱中国高官对青台行动的支持 美国众议院在9月9号 无意义通过跨党派共提的 台湾冲突嚇阻法案 只要解放军攻打台湾 就会揭露中国高层领导人 及家人的全球资产 也冻结在美资产 并且切断使用美国金融体系的权利 同样公开点名 冻结个人海外资产的手段 也曾用在俄罗斯总统普丁 以及俄罗斯权贵身上 提案的薛曼和希尔两位众议员认为 如今中国失业率高达17% 人民没有社会安全网保障 又因为房地产价格跌落 而陷入债务危机 再加上中国根深蒂固的面子文化 这样的法案将有望 更能发挥贺阻效果 金新闻读一毛的高 李中豪报道 事实上这个礼拜 美国国会正身处中国州 密集对一系列 跟中国有关的提案进行表决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 台湾冲突贺阻法 美国众院在10号 又以压倒性的票数 通过了香港经贸办事处认证法 要求撤销香港经贸办的外交特权 预料参议院最快年底前 就会跟进过关 这可能导致香港 驻美经贸办事处关闭 所以也引发了香港与中国政府的 强烈谴责 扬言反制 强烈牵责美国众议院 强烈牵责美国众议院 带着请愿书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抗议 不满美国众议院10号通过香港经贸办事处认证法 打压香港对外经贸合作 美方不断是以谎言去抹黑我们香港的人权自由状况 和发展营商的环境 根据这项法案 一旦经由美国政府审查后 认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 不应继续享有特殊待遇 美国总统就有权在180天内 关闭三个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 法案在众议院过关后 预料参议院最快年底前就会跟进通过 港府强烈谴责美国这么做违反国际法 中国也扬言祭出反制 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推进上述法案 以免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造成更大的伤害 同天众议院也通过断公费资助法案 限制国土安全部提供经费 给设有中国孔子学院的高等教育机构 防止中国借孔子学院渗透美国大学 影响学术机构决策 甚至监视美国活动 季新闻王杰旅家汉报导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要看到 中国跟俄罗斯的联合海空军演 正如火如荼展开 很明显这是剑职美国领导的印太联盟 但这次中俄连演有哪些特别之处呢 欢迎回来靠近看中国 中国解放军和俄罗斯军队 近日军事连演非常频繁 10号开始 两军又展开为其一周的联合海上军演 俄军声称范围从地中海延伸到太平洋水域 堪称近30年来最大规模 俄罗斯总统普丁更挑明说 俄国军队强化海军力量和核武实力 就是因为美国挑起军备竞赛 陆基飞弹炸出火光 刚掠过天空另一枚飞弹接力射出 海上同步参与这场军事版烟火秀 俄罗斯10号展开大洋2024海上军演 第五度邀中国共同参演 剑职和人普丁毫不避讳 我们看到美国的美国 努力在任何价位保持 国际的国际政治主义 声称对抗美国霸权 俄罗斯这场军演 堪称30年来最大规模 地点遍及太平洋 北冰洋 地中海 波罗的海 共出动9万兵力 400多艘舰艇 125架飞机 中国也派出4艘军舰和15架军机参演 普丁透过视讯观摩军业 端出核武隔空呛瞎 而和中国的军事联系 这只是其中一环 此次演习 中俄双方共派出10余艘舰艇和20余架飞机 8号解放军官兵抵达俄罗斯海声威 和俄军开设联合指挥部 替这个月在日本海 俄霍斯克海举行的北部联合2024演习 做好准备 中俄密集海空联合军演 让全球局势剑拔弩张 似乎可以预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和中俄的对抗将逐渐白热化 今天新闻上东海 朱家林报导 中俄的意图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野心 让西方国家高度警戒 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首长 史上首度同框 就特别提到 习近平对全球局势的影响 同时更警告 国际秩序正面临冷战以来 前所未有的危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牵动全球局势 英国美国情报头子 首度联合事件 英美情报首长摩尔汉博尔 7号破天皇在伦敦合体 警告国际秩序正面临冷战以来 空前威胁 中国在乌尔战场上的暗度陈仓 更让普丁得以继续和西方对抗 尽管乌克兰反攻俄罗斯 确实挫败俄军士气和普丁威望 但西方国家仍然不能大意 不止乌尔战场 两大情报首长也透露 正透过各自管道 力促以发停火 美英情报联手 对抗邪恶轴心 新闻山东卫黄品质报道 习近平的野心究竟有多大 他不只要改变中国 更期望到2050年 中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大国 取代美国 但问题是 中共的极权统治和民主社会的价值 是矛盾 是大不相同的 习近平坚信自己正在做正确的事 如果我们忽视习近平的企图和野心 将会付出巨大代价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靠近看中国 我是廖亚裕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